这个年头上热搜的方式 有千个种最近有人因为滑水上 热搜有人因为生子上热搜 有人因为迟到上热搜 但一切都要看广大网友的心情 这不今天网友们不知怎么了 突然翻出了一段很有年代感的视频 就这样 把闫亚伦硬生生推上了热搜 哈哈视频内容是这样的话说 还是那个非主流流行的年代记不清的同学 可以翻出自己那时候的自拍 或者是大头贴回忆一下 哈那个时候 《非伦海》这样的组合还非常的火 这个视频就是一段《非伦海》的现场表演 割到了闫亚伦的部分 他却把话筒递向观众观众的声音 夹杂在歌曲原声中 闫亚伦摇了摇头笑了 原来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拒绝假唱而台上的其他三人也是非常的尴尬了 可能是因为最近闫亚伦挺火的网友们在搜索时 不小心发现的 但这个事情搁到现在这个信息化时代 加上大众舆论的力量 成功将闫亚伦推上了热搜估计闫亚伦 也是猝不及防闫亚伦 今天发微博回应此事 也是非常幽默了 他对粉丝们说 别再扒了给我留条裤子 过去就让他过去吧 虽然没有过去的自己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但好冷哥需要保暖配了一张脱衣动图 并夸到被练得不错 哈哈 这个回应也是没谁看来这个大男孩的脑洞 比网友们的还要大这形象的比率 这自恋的表现不知道是哪个自缘的了 不过 看这图估计闫亚伦平时没少上网搜自己的 不然怎么保存了这网友作品 不过看他当时的表现 以及今天的回应也能发现 这是个正直播无疑的因此 有很多网友夸他是宝藏男孩 恩这个词最近很热哦 其实假唱我们也看了很多说到这里 又要插高我们的大老师了嘿嘿那个 春儿假唱这个事 大家都知道 他还有萨鼎鼎 因为拿反了话筒 被大家批评假唱 以及最近吴亦凡在某个颁奖典礼上假唱 识字已经出来了 但他的话筒 还没递到嘴边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搜一下 假唱这个是饱受大家批评 但为什么还会一再出现呢 而且有很多是很出名的创作人 也都公认的 很有才华估计演出现场 真的需要无限完美吧 可能很多时候 明星艺人也身不由己呢 不过还是要更加坚持真唱的歌手 因为他们不仅有才华有实力还很勇敢 例如今天主角演亚伦 例如经常在现场即兴改歌词的周杰伦小工具 前不久还把钟爱的珍珠奶茶加到演唱会的歌曲中 现场也是有趣 音乐对一些人来说 是玩对有些人来说 音乐对有些人来说 音乐对ags工具 音乐对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